好可爱啊 迟报出版 这些就是我那天买的书 其中已经开始看的是 这两本首先是 Prisoners of Geography 中文版叫地理的囚徒 中文版叫地理的囚徒 是英国一个叫 Tim Marshall的记者写的 算是地缘政治的启蒙书 Tim Marshall是专攻外交和国际事务的 他写了好几本书 在英国书店也是随处都能看见 前不久TVBS在播 俄乌新闻的时候 也让他稍稍露了个小脸 在这本里面 他写了十个国家 或者说整体的地区 面对的地理环境 以及这种先天的地理环境 是如何塑造了这个地区的历史 又怎么限制着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选择了 第一章他写的就是俄罗斯 主要讲莫斯科以西到欧洲 是一马平川 具体他讲了什么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买书去看看 我怕说多了会被人杠 当时TVBS也是只说了这一句 所以我也只说到这一句为止了 而且这书我也还没看完 只看了一点点 如果只看重点的话 很快应该就可以看完的 但是我想把每一个细节都弄明白 所以我需要坐在电脑前 一边看这本书 一边查Google Map 历史上这条小河是在哪 那座古城是在哪 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较多 另外一本已经开始读的是 这个走进唐人的日常 一开始其实我只是想看看 唐朝人都吃什么 有没有什么食谱 可以让我现在照着做一下 但是后来越看越觉得内容很丰富 不光是当年引进了什么食材 什么水果 还讲到那时候社会上普遍的穿着 然后女生的妆发 体育爱好 以及社会氛围 这两年因为疫情 其实很难说去远的地方玩一圈 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 那看这种书的话就相当于是时空穿梭 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理由了 可以开开眼界 上下的就是有这本百万小说家的职人必修课 是日本推理小说家大德在昌 其实我没看过那个作品 他写的 我其实是想借鉴你们的技巧到我的视频里 比如说这整个故事的布局啊 然后对白啊 人物塑造啊 因为我觉得艺术表达都是相通的 目前还没有看 希望以后可以对我有帮助 买这本边境线是因为 很多年前我去西藏网 然后我很喜欢那边 那这本书就不光是西藏 还是包括了东南西北 所有离我们很远的边疆 风笔上面的介绍是说 作者做了十多年的田野调查 就人类因宗教文化和政治而生的边界问题 深入思考 发现原本无界无壁而敞亮了世界 似乎很深入的样子 这书看着很厚 但是其实里面的字特别大 行间距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真看起来应该能看得挺快的 再来 《故宫六百年》 就是这两本 是岩崇年的经典之作 我之前本来想买简体版的 因为简体版看起来会快一些 但是既然帮人打折了 就买了再说吧 还有一本英文书是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这本书是要讲什么的 只不过 Amazon上面评分特别高 好像是说 作者发现了一幅17世纪的中国地图 然后就发现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然后就去做调查 最后讲述的也是那个年代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 OK 这些就是我新买的书 其实大部分还没有开始看 但是作为山岛组的成员 买书如山岛 看书如抽丝 是我们的宗旨 所以我只能说 我尽量多读一些书 以后如果遇到好的 会介绍给大家 那大家如果也有有意思的书 推荐给我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介绍一下 我下次成品打折 还会去看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相机拍自己 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再加入一些聊天和口播的内容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咱们下次VLOG再见 拜拜